使管裂孔扇手术方式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少民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手术方式主要的现在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精浮做 现在都是腹腔镜下做这个使管裂孔扇 都很简单 几分钟就完成了 我们把扩大的隔击角 就是使管裂孔缩小 然后将奔门固定在隔击角上 既有抗反流的作用 也有防止复发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种精胸的 那就是对于巨大型的 或者两侧隔击裂孔很大 那么很多是先迁性原因引起的 我们就需要精胸做 精胸要补片做这个使管裂孔扇 第一个是反流很重的病人需要手术 第二个就是有胸闷气短的 有长跟走的症状的 我们肯定是需要手术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